石路段 河顺 摩瑟普偶来 路段概要 介绍河顺至摩瑟普的济州偶来石路段 石路段总长度为15.6公里 大约需要4小时至5小时左右 是南易度为中的路段 石路段的主要地点是 从河顺金沙海水浴场开始 途经山房烽火台 沙溪浦口 沙溪化石发现地 松岳山观景台 海松路 西卵月 西卵月43牺牲者纪念碑 夏摩海水浴场 在夏摩体育公园结束 路段初期走过济州典型的田间小路 包括松岳山的上坡路 此后延续的是平坦的道路 偶来石路段 可以望着俊秀的山帆山徒步 可谓赏心悦目的路段 作为拥有屈指可数的最佳海岸观景的石路段 还和瑞士拉卧的酒庄路线是友情之路 开始徒步后 因为舍不得渐行渐远的山帆山 总是回头看 但是迎着凉爽的海风 继续往前行走 像是抚慰 惋惜的心情 松岳山就会欢迎您的到来 沿着铺设的海岸道路 从沙西浦口转出来 道路一直延伸至松岳山 这道路并不是之前走过的铺设的海岸道路 而是与铺设道路并排的沙滩路和水泥滴路 大海林荫路和岩石路 土路等 道路会不厌其烦地更迭出新 到达海岸道路的中间地点时 会有因为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脚印 而闻名的沙西化石发现地 因为用木质篱笆围起来 无法近距离观看 但是可以看到远处的化石 现在开始沿着木质篱笆 从散步路攀登松岳山 松岳山的另一个名字是 潮入屋里 山岳 潮入屋里是波涛放声大哭的意思 还有松岳山上有着太平洋战争末期 日本军建造的阵地洞窟 洞窟沿着海岸峭壁密布 是可以感受到近代式痛楚的地方 徒步济州偶来路的时候 在各个风景美丽的角落 都可以遇到大韩民国 令人心痛的历史伤痕 在石鹿段可以遇到的是 西卵越和阿尔德德基场 经过阿尔德德基场 走向连接海边的道路 沿着海岸线 将途经狭窄而舒缓的临樱路 到达最南端海岸 夏摩海水浴场 夏摩海水浴场 是以前捕获较较多体育的地方 因此称之为 美丽凯海水浴场 这个地方沙子细腻且水浅 还是朝鲜时期 荷兰人哈梅尔漂流的地方 途经海水浴场 沿着海岸路走下去 就可以到达终点 夏摩体育公园 啊 盖纪念章的地方 也确认了吗 盖纪念章的地方 在起点河顺金沙海水浴场 和中间地点西卵越洗手间前 终点夏摩体育公园 请不要忘记 盖上可以长久留念的纪念章 请不要忘记